圣诞树 英文字母挂件 南瓜饰品 近日在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享长镇的安徽红方工艺品有限公司 方红和工人们正在赶制即将发往海外的万圣节和圣诞节物制品 大学学习商务英语专业的方红 毕业后在上海一所国际学校就职 2013年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 他发现木质工艺品有着广阔的国际市场 他很快联想到自己的家乡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 2014年方红辞去大城市的教师工作选择回乡创业 岳西县它是纯山巨县 也拥有着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一片很好的一个红色卧土资源 所以我就想着说如果我回到家乡 创办这样一个工艺品的工厂 能够运用到自己的所学 国际贸易和商务英语的专业 又加上家乡的这些丰富的原材料 然后我觉得说它可能创业优势很多 比如说我的取材比较便捷 原材料的获取成本也比较低 方红介绍 产品原材料均选取当地的丧枝 茶枝 接杆等作物 取自然之质 融艺术之美 打造原生态手工艺品 在众多的产品中 中国的传统屏风深受海外市场欢迎 将中国文化和西方习俗进行融合设计 以成为爆款 那这款产品呢 我们目前也是销售 是我们的爆款产品 我们的取材是桑木 然后国外人也称之为 ghost wood 灵魂木头 为什么因为它的每一个爪牙 可能就是有些不同 每个可以都 每一根树木都可以称之为是孤品 但这一款产品呢 我们全年就可以销售 15到20个货柜的产品 那单道的销售价值呢 就是在199到299美金之间 经过7年的创业积累 目前方红团队已研发出 3000多款不同风格的产品 涵盖17个大类 年销售额达到3000万元以上 其中75%的产品 出口至海外32个国家和地区 主要包括西方节庆装饰 家居饰品和儿童玩具等 主要是销往欧美国家 那我们目前做的最好的市场呢 还是在美国 那主要的美国市场 就占了我们的三分之一份额 那其他的比如说 我们在意大利 法国 荷兰 比利时市场也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一共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加起来 将近有32个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像方红这样 选择回乡创业 关注乡村发展的年轻人 越来越多 暑假期间 北京外国语大学 星火传递 乡村振兴实践团的学生 来到月席调研 学生承诺表示 通过实践感受到 青年人是乡村振兴 很重要的一种力量 在他们身上 自己也学习到了 赶闯 赶拼的精神 岳西县近些年来 有这个返乡 对返乡大学生的政策 支持的力度是很大的 我们岳西县也是省内 最先开始实施 大学生返乡工程的县 我们的团 像我们这一次的活动 也是受到了团县委的 这个大力支持的 所以这个离不开 我们当地政策的支持 而且这些返乡创业人 他们也有自己的专业所长吧 结合了自己的专业 能够找到自己的创业方向 小小的木制品 不仅冲出了国门 也带动了当地 260余名村民就业 每户年均增收达1.8万元 方红表示 目前国际市场发展稳定 下一步计划将目标 瞄准国内市场 打造出自己的品牌文化 同时 他认为中国农村大有可为 处处都有发光点 那我觉得从三亚塔 回到希望的田野上 可能会很苦很累 但是我觉得 现在的青年力量 还是中间力量 大家都可以回到农村 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创业 因为广大农村大有可为 就是因地制宜 选择适合自己的创业项目 这样可以降低创业风险 也可以依据当地的一些特色 比如说农林业养殖 种植 或者说像我们这样的 工艺品行业 然后我觉得农村还是 处处都有一些发光点的 感谢观看的 感谢观看的 感谢观看的